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上的就是 分散式資料庫這個課程 所需要的軟體我們今天要來把它 下載下來 首先我們要下載這個Oracle for Linux的軟體 那請同學把瀏覽器打開 我這邊已經打開了 要下載Oracle軟體他必須上Oracle網站去下載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到了Oracle網站 那他要下載這個相關的軟體 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先Sign In 要先登錄 那或者是你要去註冊一個 帳號才有辦法去下載 比如說我現在要來 登錄 這是我的帳號 登錄 各位同學可以去註冊一個帳號 接下來我們到Download這個地方 Download這個地方呢 有Database這個選項 各位點選一下Database這個選項 好 要DownloadDatabase這個選項 各位來看一下一定要接受他的License Agreement 要把這個 這個顯現成這樣才可以正確的下載 那我們這裡需要用到的是 11g 11g R2的Linux的版本 我們Linux要灌載 Oracle要灌載Linux的版本 我們用11g 這樣才不會跟 這個 資料顧性能調教這個課程相重複 Linux X8664位元 在這個地方 各位直接按 File 1 它就會下載下來 在這個地方 還有File 2 File 2 這個版本 Linux64位元 11g R2的版本 另外呢 我們在 因為上次同學跟各位講過 跟各位同學講過說 我們這個課程的分散是 最主要把資料庫灌在兩個平台上面 第一個就是 在灌在Linux上面 第二個就是灌在Windows上面 所以Windows的部分呢 我們要 用的是Oracle Database 12c 雲端的版本 R2 雲端的版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R2的企業版 來看 一樣 File 1跟File 2 各位可以去下載 我們直接按File 1跟File 2 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當然下載下來是在 電腦的裡面的下載這個資料夾裡面 OK 所以第一個下載軟體 我們 在現在已經講到 有這個兩個軟體 我們需要 來使用 接下來我們要下載Linux的 作業系統 Send OS 7 各位在 瀏覽器另外一個標籤頁 打開一下 那我們打Send OS 它是一個自由軟體 可以到這邊 好 我們直接 GET Send OS Send OS 用這個 everything ISO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好 我們在下載ISO檔的時候 各位可以找一個 速度比較快的 各位其實在台灣的網站都差不多 各位可以自己決定 那當然了 老師會把 同學需要用到的ISO檔 會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是用Send OS 7 OS 7 X8664 我們是安裝64位元的 直接按下載 隨便下載 OK 那老師已經幫各位同學下載好了 這只是把 這個下載這些軟體的步驟 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網站 在 學習平台上面 我們已經把 這個相關的 講義跟筆記 給各位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接下來我們要下載的是 PIE TTY PIE TTY 各位看右邊這個地方 PIE TTY這個軟體 那各位可以 再開一個 標籤頁 來打 PIE TTY 讓他去搜尋一下 可以下載這個版本 PIE TTY Download 在這個地方 他是個壓縮檔 這個檔案很小 那出現這個畫面的時候 各位記得 我們在這個地方要按Download 沒有 他就下載下來 他是個壓縮檔 壓縮檔 各位可以 我們等一下要來 叫各位怎麼安裝 壓縮檔 第四個軟體 是Win SCB Win SCP 來 各位一樣在搜尋列 打Win SCP 一樣可以下載 可以下載 這個 可以下載 最後一個是編輯軟體,因為在座同學可能很多對Linux不熟 那沒關係我們來安裝這個RPM這個軟體 這個JOE這個Editor比較人性化,比較不會像VI這麼繁瑣 所以各位我們現在來下載JOE這個RPM 一樣再開一個視窗 一樣打JOE-RPM 它是一個RAIDHEAD的一個package RPM的軟體 JOE,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下載 Send OS, download 沒有RPM,在這個地方我們來download 看有沒有下載 Mine Repackage這個RPM 好,它下載下來了,這個很快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我們下載這些軟體 那接下來這個Oracle軟體我們會給各位,因為檔案蠻大的 Oracle跟這個Linux的軟體檔案蠻大的 到時候老師會分享給各位,放在教室這個FTP 那這個軟體很大,同學可能要準備一下隨身碟 把它複製一下,安裝VM的時候會教各位 怎麼樣把這個作業系統,兩個作業系統把它安裝上去 那接下來呢,接下來我們要安裝這兩個軟體 這兩個軟體 首先我們來看看 我們到這個把它最小化 在本機的下載 本機的下載 這裡有PT,有沒有看到 這個PT 好,各位,我們把PT解壓縮 解壓縮 它就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PT放在這個地方,然後各位點進去 把這個複製,把它剪下來一顆 把它剪下來,放在桌面上 放在桌面上 這樣,我們PT就結束了 就可以結束了 接下來要教各位一個FTP的軟體 WinSCP 這個是FTP的軟體 它是安全性比較高的 FTP的軟體 一樣是,它是走22POL 不像FTP一般的軟體走21POL 所以各位,大家注意一下它是走22POL 所以你防火牆要打開,將來防火牆要打開 WinSCP WinSCP 一樣在這個地方,剛剛的下載 WinSCP下載下來,對不對 那一樣,我們按兩下 直接來,各位按右鍵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來執行 好,按4 好,接受 典型安裝 典型安裝 用這個commender 這個模式 然後安裝 好,這個按4也可以按4,沒關係 好,這個 因為之前老師在做測試用的 就按確定,可以直接匯入 好,這樣 把這兩個打勾拿掉 先不要啟動 好,OK 所以呢,現在我們還在下載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軟體是我們 這堂課要用到的軟體 請各位同學,注意一下回家的時候可以自己再下載 OK,這是今天的課程 謝謝各位